沈阳军来看一下 这个以色列要开辟第二战线吗 跟黎巴嫩之间真的会全面开打吗 主要是6月18号 以色列国防军批准了对黎巴嫩的进攻计划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伊朗新闻台说 以色列扬言全面战争 这一讲完之后真主党不得了 发射了更多火箭 6月19号数十枚的克丘沙 袭击了以色列军营 还不止如此 6月18号晚上又发布了一段影片 这影片无人机拍的 长达了9分31秒 你就看到这个无人机 几乎是穿越了整个以色列的北部 这边拍拍那边拍拍 虽然都没有动手 但是如入无人之境 你的空房不是很严格吗 看起来都没有啊 包括拍到他的大卫这个拦珠索 拍到他的铁琼防空阵地 包括他的海法机场等等 都被拍到 所以这段影片曝光之后 媒体的标都是这样下 以色列最屈辱的一天 以色列能够忍受吗 中间最急的应该是拜登了 拜登立刻派遣特使 出访双方希望好好谈 避免冲突扩大 美国真的不希望冲突扩大吗 又有的说 美国给以色列的武器 已经在路上了 美国支持他 不管明的暗的 他不会停的了 但是以色列这个也是吃了铁头 趁了心了 因为黎巴顿这个珍珠党 是不胜取劳的 每天给你打 他这个卡丘萨是很老的火箭弹 精度是很差的 但是呢 蒙到一发你也是受伤嘛 他能打到他的军营总是有伤亡 所以以色列大概对珍珠党的 全面作战的计划都是有的 什么时候发动呢 这很难讲 因为你在对付加萨走廊的人 这种残暴手段 已经全世界都在骂了 你如果又要另开辟一个战场 打这个珍珠党 这叫拳头打蚂蚁 那是标准的邮寄作战 你去扫荡的时候 他又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加萨对 这个游击队都动得很困难了 搞得杀了很多难民 还没有完全清干净 所以以色列有这个能力吗 对这个 以色列有这个能力 对黎巴黎军民在有吗 有有有 他有的 你不要小看以色列 以色列多年来 对中东出手的战绩辉煌 他而且一直保住得很精锐 到现在以色列还没看到 女兵出动 他的能力还在 对不对 哈马斯就不行了 所以问题就是说 他要不要动手 计划 我们军人打仗 四面八方 有威胁都有计划 你像我们台湾做的 国安作战计划 北中南 你哪里登陆都有反局计划 一样的 那今天珍珠党 也不是第一次打以色列 对不对 以色列在打加萨走团的时候 他的珍珠党就在后面扯腿 因为源源不绝的 这些东西由伊朗送来嘛 叙利亚那边送过来嘛 所以你看他有时候有几发 高性能的飞弹 有的时候是无人机 有的时候是老式的火箭弹 但这个无人机啊 他用低空飞的话 雷达有时候还很难看到 所以他全以色列 他能够穿透 看无人机什么职材 有的职材 你根本就不太容易发现 张军补一下 以色列是认真的吗 真的会全面开战吗 他不一定 我认为他会 只会局部 不会全面开战 不会了 当然黎巴嫩 真主党的 他的战力不强 他总共是一万四千人 包括他的后卫部队 跟民兵还有他正规军 总共就一万四 但是这一万四 你不要看他一万四 这个真主党的 他们最重要的 他的那种不怕死的精神 那种我们讲到的 你看这些阿拉伯国家 我们可以知道 哈马斯组织就是这样子 他给你干到底 黎巴嫩真主党就是要 就是要给你干到底 他不再多 他不再少 他就要给你干到底 他不怕你以色列强不强 现在就是说 包含那个叶门 耶美社长他就可以干到底 他弱是归弱 但是他有打的意志 是这个样 所以美国会怎么想 美国是希望他打 还是希望他不要打 美国 美国在这一方面 美国一般来讲 因为在巴勒斯坦这一方面 他不希望 以色列能够 不要动的 打的是有节制 不是像在那个加萨走廊 整个滥杀无辜 无差异的杀戮 对不对 七成 将近七成是妇女跟小孩子 美国是这样 但是以色列不一样 以色列他要杀都全杀 哪管你这些小孩不小孩 要炸全炸了 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今天看 这个黎巴嫩真主党 跟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 是不一样 他后面俄罗斯撑腰 伊朗撑腰 叙利亚撑腰 他是有边境的 不像这个地方 那个埃及的西奈半岛 根本不让这个哈马斯 根本不让这个巴勒斯坦人过去 那不一样 他们是通的 是这样 然后现在来看的话 这些这个真主党 我认为他的战力 跟哈马斯比起来的话 是战力完整 哈马斯组织的话 那在10月7号 这个我们讲的赎罪日的时候 他的火力就用尽了 所以你看后来的时候 以色列进入加萨的时候 没有什么顽强的抵抗 他整个火力用尽 认为以色列 可能就不会大举的 像这种地毯式的轰炸爆炸 没有 但是黎巴嫩真主党不一样 他现在战力完整 那战力完整 而且他有个地下化 他地下化的话 你在上面做大举的轰炸 你可以 但是问题是 他战力保存做得很好 你大举轰炸的效果是有限的 那你要派地面部队进入 外面地面部队 小心雷区 以色列的伤亡就要来了 以色列这种打法真的很可怕 所以要来不来 然后现在又说是个全面战争 所以这个惊吓度十足 就看这个美国是真的 真的要去磋商还是假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3分钟 7分钟 4分钟 4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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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 超市场